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周琳 三 二 我一定要吃饭 老年餐到底有何讲究 专业营养师从牧区角度 教您烹饪老年餐 让您掌握营养搭配新原则 所谓的清淡指的是 大厨用健康理念 改良传统硬菜 让老年人吃得又好又健康 老年餐呀 我从我这个角度有几个观众点 老年饮食讲究多 今晚全部来揭秘 人老了只有这样活才年轻 米中加一粒这个 可以防止老年痴呆症 之他就像吃中药 越吃越宁 转发到我家这群下 我看一下啊 这有最新的怎么吃最健康 我转到群里边了 闺女 爸跟你说话呢 刚才二位都看了咱们前边的小片了 里边这个演员演得很精彩 是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演员就是我 哈哈哈哈 现在呀咱们这个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呢 确实有这样的这个行为 对不对 比如说热衷于转发一些五花八门的 关于养生各种的这些 对对对对 这小消息咱们呢也不一定说这事呢 就是真的或者假的 但是说明什么呢 现在的叔叔阿姨啊 包括老年朋友呢 对自己的健康的要求是特别的高 对不对 所以到咱们回家吃饭慢慢的说 接下来呢先让二位呢 给大伙做个自我介绍 从我右手边这位开始吧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陈志坤 最近呢我在研究如何能够让老年人既吃的健康又吃的营养 关键还能享受这美味 谢谢志坤啊 这边呢您给大伙介绍介绍 我是专做老年餐的梁红涛 关注老年的饮食是我的日常工作 哦我想起来了 一提这个专注老年餐 我知道这梁大厨在这个老年餐配餐也特别有名 中国有句话重口难调 梁大厨得让这重口好调 那要求得多高对不对 我们作为专业的厨师啊 我们最怕的他就是这不吃那不吃 咱们这个节目呢 我觉得让大家呢 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饮食理念 再提供一些专业的技法来进行指导 让他们吃的呢更健康 所以今天咱一定把老人的膳食啊 好好跟大伙唠叨叨叨 好怎么办 带来一个什么呢 今天啊其实我带了一个套餐 人老了之后呢 由于身体技能的下降 其实更应该吃的更营养更健康 对啊 但是呢好多人觉得 比如老年人应该吃的清淡一点 清淡一点啊 但是清淡到底是肉该不该吃啊 这个怎么吃 所以呢我带了一个营养的套餐 特别适合老年人的 银杏五彩牛肉粒 那下边咱们就开始啊 好这个牛肉呢我提前我它切成了丁 选的是里脊肉 老年人上年纪之后呢 牙口会有点咬不太动 所以这个嫩牛肉 一定要选这个里脊肉 为什么这儿就是说加入一点蛋清呢 加入蛋清可以给它很好的上降 再加点水 少量多次的 加多了不好打 这个加水抓牛肉还真少见 对 让它增加点水分 然后呢拿蛋清呢 给它把这个水锁在里头 就锁在里头 嫩肉其实原理特别简单 就是把肉里边水锁住 不让它出来 这个肉就嫩了 然后再来点淀粉 把它锁一下汁 好 其实咱这么说 无论是我们今天给电视机前的 这些子女看 还是说咱们叔叔阿姨自己想学 其实最主要还得是操作简单 对 您别弄得特复杂 炸烤炒焖炖 全弄上 在家没法做 我觉得咱们回家吃饭 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把专业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让大家一看一目了然 帮我打点开水 焯一下水 这时候呢 加入少量的开水 我们常见的一般都是滑油 传统大厨滑油其实效果是最好的 对 因为油的温度高 可以快速地把表面的淀粉糊化 让它就形成一层保护膀 这个水稍微差一点 但是从一样学的角度呢 该吃肉吃肉 可以吃这种低温烹饪的 比如说焯水的肉 对 相对来说这些油炸的很好一些 但是呢 也跟这个老年的朋友分享一句话 就是什么呢 需要注意 但不要格外的注意 不要太刻意地去 我妈吃一点都不能吃 不是这个样子 进行书则不如无书 是吧 水开了 好 然后呢 因为咱是用的水 所以不是油 所以一定记着 慢慢把它下进去 但是下的时候千万不要来回搅它 别动 脱脚 脱护 就说白了这个 到了水里挖了 刚才这点姑姑全白毛了 全全没了 慢慢放下去 说阿姨您可跟着学啊 咱们这个很简单 您看 抓点芡 上点蛋清 往水里一放一捞 对 那么只要开锅就行 不要煮时间太长 好 时间不要太长 那这个还有点生呢 也没事 一会咱们还炒呢 没事 现在大概有五到六成熟 您记住啊 不用完全把它焯熟 就是断生就可以 对 一会咱们还要把它炒一下 其实从现在这脉象来看啊 这个有一些血水 但是 晶莹剔透 而且呢 它还反着亮光是吧 对 特漂亮 可以嫩一些 对 好 咱们过去加点油 不用加太多 底下有一层就行了 这一天呀 25克油 分成三顿饭 分三顿饭 但是老年人呢 相对呢 让它再少一点 放点蒜 这个呢不用放葱和姜 就拿点蒜 调一下味就好了 把这个蒜呢 颠得有一点微微泛黄 把刚才的牛肉加进去 好 帮我拿点这个蒜油 好 太太乐的原味鲜 头道特级鲜酱油 好 特别棒 这是林添加三重鲜 OK 好 调味鲜也很重要 哎呦 好 炒完之后呢 咱就可以一次放这个 焯完水的配料了 这个口膜 吸成免疫力的 再来点这个青豆 青豆 颜色好看 嗯 就是鲜鱼性 有一点点那个苦味 但是咱是超过水的 一次呢再把芹菜 这个芹菜纤维比较多 老年吃的时候呢 我们加一道工序抽筋扒皮 有效的避免了咱们俗话说的 C牙 对 对 抽筋扒皮 封点油仁 哎呦 好 这个差不多已经熟了 让它关火 其实很快 因为都是焯水处理过 就开始装盆了 好 这是今天的您给大家带来的头一个 对 叫银杏五彩牛肉粒 是的 刚才陈老师您也说了 套餐 对 对肉有了 但是咱加个饭 对 第二个呢叫五米炒饭 什么 五米炒饭 五米炒饭 是吧 巧腹难为五米之锤 名字又叫炒饭 又没有米没有饭 这个啊 这个啊 其实又用豆腐把它炒碎炒成米的形状 然后来代替米饭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上了碎数之后啊 血糖一般会偏高 而大米呢 生血糖比较高 所以咱们应该多吃点 优质蛋白的 含钙的 有这个维生素 矿物质 还有膳食纤维的 尽量少吃点 用精致主食 所以用这个豆腐呢 来代替饭 但是呢 陈老师我得代表叔阿姨问一问题 好 就是您拿的 这是炒豆腐的成品 对 您跟大伙说在家这方块豆腐买回来 应该怎么办呢 特别简单 首先用你的右手抓住使劲把它挤成豆腐泥 右手 对 右手 那么左手行不行呢 左手叫端盘子 我想起来了 有一个小孩给我还唱这抓豆腐歌呢 叫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抓豆腐的 对 抓完之后呢 用一个不粘锅 把它的水汽炒干 炒成现在这个状态 你看比较的松散 给大家挑一下啊 把它炒到这个松松的感觉就可以了 好 咱们继续如米炒饭 大家记住啊 每天咱们最健康的食用油 放多少 一共25克 刚才用了7克 咱们这时候啊 再放上7 8克左右 三顿饭吧 既然是给老年人设计啊 老年人一般的都是 人越老 盖流失越多 是 骨质熟通的越多 咱们是盖上加盖 豆腐是植物盖 而这个和虾呢 是动物性盖里边 非常非常好补盖的食物 再加点小和虾 这个和虾是经过焯水的 这也已经熟了 把这个虾味爆出来 就可以了 然后呢再放点洋葱 爆一下锅 紫洋葱 比老年人的三高 其实也特别好 爆香之后呢 咱们给它加点鸡蛋进去 这个也是优质蛋白的良好来源 好 这一次呢咱们把配料加进去 玉米 这就是适合老年人吃的 高纤维 低脂肪 而且饱腹感很强 酱糖的主食 胡萝卜 鱼生素一点含量很高 别再回过素 明亮眼睛 活腿 活腿汤 西兰花 也是明亮眼睛的 五颜六色 加点胡椒粉 少许的盐 翻匀之后呢 咱们把豆腐做的豆腐米加进去 盐也少 油也少 可以点点香油 可以点点香油 您这个菜本身油很少 我们的这个太太乐芝麻香油 芝麻油是适合老年人吃的一种 非常好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你看看 咱们出锅了 松松散散 好 这个五米炒饭呢 也算是做得了 但是啊 我这个要求还是没提完 您看这个叔叔阿姨呢 那咱们膳食健康 但是毕竟刚才那俩都是干货 光干货也不行 他吃的时候 是吧 有点渴啊 老年人细胶慢咽 渴也好啊 包括别噎着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来给大家做了一个饮食 叫南瓜燕麦牛奶饮 把所有食材呢 倒进料理机里 燕麦 倒里头 南瓜 咱们放几块进去啊 一 二 三 四 两到三十分 然后呢 再放一杯牛奶 在家吃饭呢 就是封点游人 咱们只是给大家分享一方法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感啊 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这早餐来这么一杯 对 哪怕你口味不太好 就不再想吃饭 来一杯这个 偶尔顶一餐也是可以的 先闻香吧 先闻香啊 先闻香啊 我闻嘞 你别说 还真香 尝尝 行 牙口还挺好 咔咔一只虾进去了 封卷残云啊 我们三个感受到了自己 晚年的时候 应该吃上什么 应该怎么吃上健康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真好 叫有钱难买 老来瘦 实际上不是说老了 只有瘦才健康 没错 这是一个误区 这是一个人常年体质的积累 有的人他打年轻的时候 他就比较注意他瘦 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呢 消化吸收比较好 吃完之后呢 富裁了一点 也都是很正常的 对 只要指标正常就好了 既然呢咱们聊了 说有钱难买 老来瘦 咱们不如把这句话升升级 咱们改成个瘦命 长瘦的时候 有钱难买 老来瘦 生活的质量得提高 这一切的一切源于什么呀 就是每日健康的饮食 能量得跟得上 像陈老师说的 学会怎么吃肉 对 碰到方法 一定要该吃吃 该喝喝 行 这个陈老师讲的是真不错 严选鸡肉 安心尝鲜 太太乐三鲜鸡精 喊您回家吃饭 银杏五彩牛肉粒制作方法 第一步先把银杏 红椒 芹菜 口膜焯一下水 第二步牛肉切成丁 加入少许的半清 再往里打点水 最后拿淀粉来包裹 上好酱的牛肉焯水处理 五成熟捞出 第三步 热锅凉油 加入大蒜爆香后 加入焯好水的牛肉 焯入少许酱油 翻炒均匀 第四步 把焯完水的口膜 青豆 银杏 西芹 红椒 一起加入锅中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在这给您画个重点 牛肉一定要上酱处理 这样口感会更嫩 咬起来也不会老 五米炒饭 这做方法 第一步 豆腐抓碎 用不粘锅小火炒干 第二步 把胡萝卜 玉米 洋葱 西兰花 火腿切成小粒 第三步 小和虾焯一下水 把胡萝卜 玉米 西兰花 也依次焯水 第四步 热锅凉油 先把小和虾爆香 炒香之后 加入洋葱 一个鸡蛋 把鸡蛋炒散 再依次加入玉米 胡萝卜 火腿丁 西兰花 加表盐 调个味儿 最后把炒好的豆腐米 加进去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在这儿给您画个重点 豆腐呢 一定要用不粘锅 小火慢慢炒 把它炒成豆腐米 南瓜燕麦 牛奶饮 制作方法 第一步 把南瓜先蒸熟 第二步 把南瓜 牛奶 燕麦 倒入料理机 高速打30秒即可 在这儿给您画个重点 南瓜呢 蒸的时间不用太长 20分钟即可 接下来我给大家 带来一道 机中银饵 我也是动了脑筋了 在这两个泥里边呢 加了一点 比原来的传统菜 口感更好 还有一个呢 银饵 为了营养不流失 所以把这个 杨大成 该到您露一手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 带来一道 机中银饵 我也是动了脑筋了 改良了 第一 适合老年吃 第二呢 适合家庭做 我们呢 在这两个泥里边呢 加了一点 那个山药泥 就是荤素搭配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银饵 为了保持它的营养 不流失 所以把这个碱 就不用了 水发之后 撕成小朵 然后煮或蒸 20分钟左右 用毛巾 斩干水 第二个就是 我们打这个蛋泡户 我们先把这个抽好 这是两个蛋清 先慢一点 然后逐渐地快 油慢到快 慢慢加速 出来了 现在呢 把这个打成泥 鱼肉呢 是它的二分之一 这个鱼呢 是去了刺 去了筋的 加点葱姜水 一米淀粉 25克左右 冰水 50克烟 我们用一克 先给它粉碎成泥 我们把这个 打成熔泥状 现在我们把蛋泡户 给它加进去 在这儿呢 我也有一个改良 过去制这户 传统做法呢 是要加一些大油的 因为咱们老年人呀 不食于食 这个动物脂肪 所以呢 我们注重健康吧 把这继续打 历尽千辛万苦 咱们这个鸡蓉啊 鱼肉啊 这个泥 终于打好了 为什么咱们打得了 两回 第二回时候 咱才加上这个 鸡蛋的这个蛋清呢 我在后半段呢 把那个蛋泡户 加进去之后呢 借助机器的力量 继续打 不让它卸进 但是这个还不能用 我们要放在冰箱里呢 速冷 两个小时 我现在呢 准备了一个冰冻好的 做好的 做好的 这个是我们经过速冷 这胶质更强了 而且一搅拌 是吧 就上劲了 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个银耳 要掺进去 传统做法呀 是放进去之后就可以了 就变成一朵一朵 那个形状 对 像花一样 我正找这词呢 我经过改良呢 我感觉到 让它像橄榄一样 可能老年人看着更顺眼 所以我得给它 稍微改改刀 都改成细丝 掺在这个混合溶泥里边 下面呢就是我们这次改良的一个重点 这是我觉得是比原来的传统菜口感更好 这属于大师自己的改良的 对 应该是还没有人这么做过呢 我们给它拍 你看这一拍 我来一个行吗 拍完了之后 然后咱再稍微剁一剁 我先把这个放进去 来 应该试一下 好 你看 应该得一笑 看不成功了 这刀工具学得可 加一颗 这个泥子做好了 就是有一个指标 就是把这个泥子 弄成一个鱼丸 放进去之后 捞出来 捞出来 一米高 掉下去不碎 还能弹起来 行 您负责控制温度 八九十度 现在呢 家里边有时候老头老太太 弄的搓碗子 就拿小勺碗 是不是 对 咱们大家还是这么碗 就是碗的形状 让它有点讲究 弄成长的 橄榄形 咱们基本上这一个呢 差不多是十克左右 大家看 它尽体不散吧 能飘起来吧 这个是泥子就打到家了 打到位了 这泥子是我打的 对 你别说 就在泥子里 要没我那两刀山药 全吹了 这里边那边没加油 我这次改凉了 一个把大油不用了 还有一个碱不用了 因为大油主要是 这个胆固醇含量有点高 食物本来呢 没有好坏之分 之所以好多人不能吃 是因为他之前身体吃太多了 你要正常的 比如说咱没有高血脂 也没有高血压 也不胖 那你正常确实大油 没有任何问题 做这个老年餐呀 我从我这个角度呢 有几个关注点 首先来说呢 老年人吃这个东西 从选的原料呢 就是有这么几个原则 第一是用当地 就是北方的食材 附近的 一个是硬剂 还有一个呢 就一定要新鲜 我们尽量少用那个 半成品或者腌制品 第二个呢 就是软烂 它得好嚼 那么怎么实现这个呢 就像陈老师说的 烹调方法就很重要了 多用传统的 健康的 就蒸啊 煮啊 少用油炸的 有火烤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口味呢 老年餐适合中口一点 但是注意盐的摄入 刚才说了油了 一天二十五克 盐的一天是六克 不要超过六克去 是的 大家看这个形状 是吧 干蓝 有点像白海参 不要让它开 不要让它开锅 如果要是开锅开大了 它可能长 长根太大了 所以都倒是一里什么 它又缩回去了 我们这个可以了 因为有蛋清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浮沫 我们把它冲干净 这样呢 做出这菜的干净利落 那么这鸡中丸子 刚才说了 冷却以后摆在这 您刚才说的叫什么 捞出来 一米高 掉下去不碎 还能盘起来 鲜嫩 弹牙 好 您看啊 可以大约在 一米左右的高度 掉下来之后呢 这丸子不碎 还能忘记 有弹性 回弹一点 对对 大家看看行不行 好 弹起来了 鸡肉泥打成这样 就是非常棒了 非常棒 我们现在开始 出这个菜 好 这个是鸡汤 再来一点葱姜水 然后来一点盐 青豆下去 这盐分漂亮 下水 瞬间就更绿了 漂亮 加入鸡蓉银耳 对 这边需要大火 好 大火 反正炊开 再来点这个枸杞 红的绿的 我们现在用水淀粉 给它勾芡 好 特别愉快的 咱们品尝 这道传统卤菜 鸡蓉银耳 虽然那技法很传统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我们为了考虑到叔叔阿姨 对 这个口感 包括他们的健康 也加入了很多 我们梁老师 用心良苦的记忆在里头 我们尝尝 有没有那种鲜嫩弹牙的感觉 好 说回今天梁大厨 给大伙精心制作的 这个鸡蓉银耳 主要我特别喜欢梁大厨 这个菜有两点 第一 它没有任何腥味 第二 它是动植物蛋白相结合 鸡肉属于白肉 高蛋白 低脂肪 银耳提升免疫力 加上这个山药 不但起到了改善口感的作用 对于这个粗纤维的改善 也是很好的 所以陈老师 这一日膳食 怎么搭配 首先第一个 千万不要觉得 老年吃的清淡 就是不吃肉 不吃鱼 不吃虾 不吃海鲜 这是不对的 所谓的清淡 指的是烹调方法清淡 加工的程度清淡 你看同样是牛肉 你要把它煎成牛排 那就不清淡了 比如说羊排 拿水清炖了 它就是清淡的 第二个动作 就是食物的种类 一定要丰富 每一个菜 最少有五到六种配菜 它对于营养素 相互之间互补的吸收 就越好 再看这个五米炒饭 虽然没有米 但是它加了玉米 玉米就是老年 人特别适合吃的粗粮 就可以稳定血糖 辅助降血脂 还可以控制它的体重 而且又加了一个 豆腐和大虾 双盖补充 今天我们请来了陈老师 请来了梁大师 为大家分享了很多 我们老年人的 这个餐桌上的美食 也希望普天之下的 这些老年朋友们 都能够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好 第一步 将鸡胸肉剔去筋和皮 鱼肉剔去小刺 加入冰水 盐 玉米淀粉 快速打成肉泥 再加点葱姜水 蛋清 打成蛋毛糊 在鸡肉搅上泥之后 再把蛋毛糊加进去 继续打 制成之后 放到冰箱里 冷藏两个小时 第二步 水阀银耳 洗净 撕成小朵 加水上锅 蒸20分钟 第三步 加工好的银耳捞出 用干净的毛巾 斩干水分 切成小条 放入溶泥中拌匀 将翠山要去皮 拍碎 斩成细碎的小粒 与降温后的溶泥 混合均匀 下一步 清水 烧至90度左右 将银耳混合 溶泥用小勺 呈橄榄形状 下锅 待银耳浮起 翻滚均匀 捞出控水 枸杞呢 用温水泡好 豌豆粒焯下水 备用 加入鸡汤 下入葱姜水 盐 加入豌豆粒 集中银耳球 烧开之后 撇去墨子 撒入泡好的枸杞 用水淀粉 勾芡 装盘 继成 在这里给大家 画个重点 要用冰水 给熔泥降温 然后再速冷 两个小时 这样让打成的熔泥 更有粘性 更有助于成型 严选鸡肉 安心尝鲜 太太乐三鲜鸡精 喊您回家吃饭 最后我给大家 表演一个 八九十岁老奶奶 我给您盛吧 再来一块吧 小脸 来来来 再来一块 我喂您 这得一百以上 那反应 传导速度 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让我想起了 我年轻的味道 那时候 三十多岁 我走过家门口